虽然国内并没有多少街头表演 但是在国外却随处可见 悬浮空中的阿拉丁神灯 变形金刚汽车人大黄蜂 开着沙发车到处显摆 以及把足球玩触新高度 本期大可看齐文话题 五个最精彩的街头表演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阿拉丁神灯 如果你看过阿拉丁神灯 肯定也想遇到里面的精灵 神灯精灵从水壶里飘出来 然后满足其他人的愿望 然而在伦敦的街头 竟然金线悬浮着到神灯精灵 虽然一看就能看出这不是真的精灵 但是你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 原来表演者一般穿着宽大的衣服 遮盖住可以支撑的杆子 利用障眼法给人视觉错觉 所以才有了街头的神灯精灵 汽车人 变形金刚汽车人大黄蜂 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 但是你绝对想不到 大黄蜂经常出现在街头 而且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汽车人 没错 就是游人扮演的 表演者身穿汽车人服装 他下时能像汽车一样行驶奔跑 然后站起来后 吓坏众人 这人过眼神 真的是汽车人 沙发车 坐在沙发上是很幸福的事情 国外一位大叔不知道是把沙发改装成汽车 还是把汽车改装成沙发 并开着沙发车来到街头 无时无刻都能感受沙发的舒适 而且回头率200% 速度表被伪装成闹钟 方向盘则是一个披萨盘 后视镜则用两盆花装饰 这舒适度简直无敌了 国外街头有不少足球爱好者 会为过往的新人表演杂技 然而你以为仅仅只是表演球技吗 事实上这些表演者无所不能 他们会除了把球耍出很多高难度动作 而且还会爬上路灯上 一边挑战肢体动作 一边把球玩得无可挑剔 引得路人纷纷围观拍照 耍杂技 有个词叫老当益胀 国外一个位老人年龄不小了 但是耍技杂技来绝对让你拍手叫好 无论是上下抛多少个球 或者用牙齿保持物体平衡 都让人佩服的无体投地 如果要问他有什么技巧 大概就是熟能生巧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